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他不了解案情 要去了解一下 问一下到底哪一天开庭 后来他就过来跟我们讲 他说没有联系上负责人 所以让我们回家等 我说我们这一年来留着电话 等警方 等检察院 以及等法院给我回电话 没有回过我们的 二明姐到现在 丈夫已经失踪一年多了 连逮捕公司都没有拿到 还是在天津检察院看到 二三年看到的 丈夫被起诉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确认八月一号到底开庭不开庭 他说你们回去等 把电话留下来 我说我们等了一年 没办法再相信你们 我们今天就要一个结果 开庭还是不开庭 我说你就是告诉他八月一号开庭 刘二敏做不了什么事 他扔不了砖头 也扔不了炸药 我们说我们就等一个消息 你们确认 他那个孙庭长说 又去确认 说还是联系上不上负责人 我说那好 我们今天一天就等在这里 我们中午饭不用你们供应 我们就在这里等 我请你们务必给个准信 开庭还是不开庭 八月一号 我说你就是告诉我们开庭 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我们就是看到一个做妻子的 家里有97岁要照顾的公公 我们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开庭 按照公开审判的原则 不过分 后来他又一直让我们走 我们坚持说 我们中午在这里 我们哪都不去 我们待在办公室 我们不会一天麻烦 也不喝你们的水 也不吃你的饭 我们就等你们今天下班 给我们一个消息 如果到晚上你还说你联系不到负责人 我们也认了 因为天津是二中学的办事效率是这样的 我们没得说 我们说也不会把这事栽在你的信访中心的身上 后来我们等到一点钟的时候 就来了八个警察 然后两个法国的孙庭长 就说他要跟宅明的职系亲属 跟他妻子讲 让我们两个人回避 因为宅嫂子说 他上次被警察打过 他特别害怕 我都怕他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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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怕 他们说那好 你现在就跟他讲结果 我们一块走 他说不行 然后警察上来就把我跟二明姐拉着手就拽开 四个警察就把我跟文族 还有另外四个就把我们就从楼上往下拖着拖下来 拖下来睡到门口 我们害怕二明姐被打 就一直喊二明姐就要出来 因为这群流氓又要打 这群流氓又要打人了 我们怕二明姐再被打 所以他们 在我们走后 把二明姐又关到屋子里 说你不是要结果吗 等会儿就给你结果 二明姐被嚇坏了 所以二明姐后来要求要出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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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五块酒 刚刚 十点五十七分 然后我们三个人进到了二中院的那个就是立案接待处 然后有那个一个庆房处的那个姓姓的厅长 然后接待了我们 但是他一直不给我们那个打扶 说他上面没有连续上 我们就一直要求说要今天给我们个打扶 因为这一年一直在各个部门都让我们回去等消息 我们从来就没有等到过 所以我们坚持要在这儿亲自等他们给我们个打扶 嗯 后来来了那个十几个警察 马上等三个人二楼拖下来了 九五九一十年你们先出去了 然后我们自然觉得是很没希望 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 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儿等着 五五九一十年你们先出去 我们等到下午他们上班之后 我们再上去继续继续咬 是吗 继续咬手 站一下你们在外面等一下可以吧 五五九一时间 这个院子也不能待吗 不能 这个院子为什么不能待 行